哈喽大家好 最近这个视频呢 火爆了抖音和小红书 那就是复活一个故亲 还有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通过一个AI工具呢 来复活一个亲人 通过一个数字人呢 把逝去的亲人 想要说的话呢 说出来了 现在的AI技术啊 真的是太厉害了 虽然说我们知道 这个是假的 逝去的亲人呢 它也不存在 但是呢 我们能通过这样一个技术 还能跟他们聊天 也能缓解我们心里面的 一个失恋之苦 它不是一个科幻小说 也不是一个通灵术 通过一个AI就能搞定 那现在呢 很多人发现了这个商机 已经有人靠复活侍者 来赚取了一定的收益 已经完整地 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那有人复活了老爸 有人复活了外婆 有人复活了老公 还有的人甚至复活了明星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账号 它可以一个 它可以复活亲人 码标价 还有一个明码标价多少钱 短短的时间呢 粉丝就已经暴涨起来 那可以看到这些评论 尽管知道是AI做出来的 但还是忍不住内崩 再次看到爷爷之后呢 超级感动 感谢老板 让我缓解了痛苦 那么在这期视频当中呢 我就来详细讲解这个 复活顾亲的这个过程 那我会从一个修复老照片 到给图片上色 最后一个声音克隆 手把手教大家如何 制作一个这样的 复活顾亲视频 那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一张 这样的爷爷奶奶啊 或者逝去亲人的 一个老旧照片 哪怕是以前黑白的 都没有关系 或者说已经残缺的 脸上已经看不清的照片 那么我们都可以 用一个修复工具来 进行修复 那我们首先来到 第一款APP叫 叫Photoware Store 那这个呢 就是用来修复 我们的一个照片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击上传 上传一张老旧照片 那可以看到呢 它正在帮我们修复照片 这个是原始照片啊 这个是修复后的照片 那可以看到 明显的清晰了很多 特别是奶奶的脸部 和她的手 那这里呢 我们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第一步完成之后呢 那就到我们的第二步 那这个网站呢 给我们的老照片上市 这个APP呢 它叫Photoware 同样这里 我们点击上传 我们上传修复好的一个照片 早等片刻 它正在帮我们处理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黑白的 变成一个彩色的照片 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滤镜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个颜色的 那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很多选择 那最后面还有啊 我们点击这个箭头符号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我奶奶小时候就是穿了这个 穿了这个颜色的衣服啊 看得非常的亲切 仿佛就看见了奶奶一样 那这里呢 大家可以尝试不同的滤镜 最后呢 选择一张自己满意的 点击这个无水印下载 接下来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与恰了GPT的一个对话 这里我们需要获取到一个文本啊 比如说奶奶跟我们的说 奶奶跟我们的说话 我们需要获取到一个文本呢 就是奶奶和我们的一个对话 产生一个真实的一个对话感 如果说你有已故亲人说话的一个文案脚本呢 那就更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用恰了GPT来帮我们生成 那我们在这里输入你好 接下来我要用中文给你对话 她说没问题 我就告诉她 我现在的一个情况啊 今年30岁长相一般 在浙江工作啊 我的名字叫莉莉 我奶奶十年前呢 因病去世 我很难过很想她 你可以扮演我的奶奶吗 我想和她聊聊天 啊这里GPT说了 很莉莉 我很高兴能为你提供这样的陪伴和支持 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你想和奶奶说的话 那我就说 接下来呢 我与你描述一下我奶奶的基本情况 你要记住 并学着模仿奶奶的口吻 与我交流 她说当然 OK 我这里就说了 啊她现在扮演的就是一个奶奶的角色啊 你是一个中国的老年人70岁 满脸皱纹 不抽烟也不喝酒啊 性格温和有点认识你 没上过学 生活节俭 养育儿子呢 照顾孙女 你一生呢有三个心愿 一是将老吴翻旧啊 二是呢 成财 儿子成财 三是虚妄 孙子孙女呢 天天陪着你 四十同堂 那GPT怎么说的呢 莉莉啊 听你这么一说 我仿佛就看见那个辛苦 但充满爱的模样 我会尽量扮演好这个角色 让你感受到奶奶的温暖和关怀 那比如说这里呢 她就已经模仿起奶奶的语气了 莉莉啊 你今天怎么样 外面的天气好不好 我就说了 奶奶想你 好想你 想吃你以前给我做的荷包蛋 还想听你给我讲故事 那么你能再给我讲一个从前的故事吗 这个时候奶奶的语气啊 GPT模仿得非常的像 莉莉啊 奶奶也好想你 每次做荷包蛋呢 都是满满的爱 等你有空回来 奶奶虽然做不了了 但还可以指导你这么做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让GPT呢 更口语化 更接近奶奶的语气啊 这里我们需要进行一下调试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 这里呢 还可以跟她进行一个简单对话 那么这里我们文本已经有了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三步啊 我们要声音克隆 如果说你有已故亲人的一个语音 那么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音频拿来用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去找奶奶的一个 找像奶奶的声音的这样的音频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行到第三步 声音克隆 那么我们来到这款APP 它的名字叫OpenWars 那我们看起来非常的复杂 对不对 都是一些代码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的简单 千万不要被它吓跑了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点一下就OK了 在这里我们点下这个按钮 我们点仍然运行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我们有任何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等待它的生成就可以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了 记得来订阅我的频道 那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啊 把它收藏起来 方便你下次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快速的找到 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PT账号的朋友呢 也可以选择一个便宜合租 这里合租的链接呢 我也会放到描述栏 也可以购买一个独立账号 OK了 它已经加载完成了 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这个链接 它会带我们来到下一个页面 那现在呢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声音客龙的界面了 这个页面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文本输入到这个里面 把音频拖进来 把你有的音频拖进来 我们刚才复制一下一个描述词 比如这句话 把它粘贴到这里 那这个声音客龙呢 它是支持一个中文的 在这里呢 我们不需要输入太长啊 小鱼儿测试过 太长了 生成不了 我们要短一点 可以多分几段来生成 那风格呢 我们现在选一个默认啊 目前为止啊 它也只支持一个默认 我们把这个之前的删掉 拖入一个音频 有的你就可以用 如果没有呢 也可以用它内部的一些音频 直接点击这个提交 那可以看到 这边呢 它在帮我们快速的生成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再提醒大家 这里还可以自己用一个语音来录入 还可以直接用一个语音录入音频 那可以看到啊 短短几秒钟啊 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它原版的 莉莉啊 奶奶也好想你啊 想到你还记得我做的荷包 那这个呢 是我上传的一个音频 莉莉啊 奶奶也好想你啊 想到你还记得我做的荷包蛋 听起来是不是还不错 非常的像奶奶的声音 整个操作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那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音频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多段语音 需要克隆的话 那可以分段把它进行一个声音克隆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一个人物的形象 和我们的语音呢 都准备好了 就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步了 就是一个合成虚理人 这一步大家可以选 你平时用哪个工具都可以 那这里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DID 那你还可以用这个Higgen 都是两款不错的一个声音克隆工具 那这个Higgen呢 是很多朋友都在使用的 那这里呢 今天我就用DID来演示 那它是一个虚理形象在线生成工具啊 虚理形象库特别丰富 还支持一个多国语言 这里呢 我们就是序 这里我们需要先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呢 你会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这个CreateVideo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这个按钮 上传一个奶奶的图片 那这里呢 大家可以通过一个谷歌邮箱录 登录进来呢 就可以看到 它就能送我们20个积分 一分钟的视频呢 那是够用的 奶奶的形象有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拖入一个 那我们点这个按钮 上传我们的音频 选这个合成音频 可以看到音频正在上传 音频已经上传完成了 我们再点这个按钮 那它问我们 是不是要生成这个视频 我们点继续 正在帮我们生成 那已经成功合成了 我们点开看一下 莉莉啊 奶奶也好想你呀 也好想你呀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 有很多DID的一个logo 有很多水印在里面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先点下载 那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 去水印的一个视频 视频教程 这一期呢 里面专门有一个 视频去水印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就用5个 搜索一个视频去水印 我们用APP 那这个APP呢 它叫media 那我们点击这个视频 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 去水印 上传视频 我们点这个按钮上传 那在这里呢 继续点这个按钮上传 上传我们刚才的视频 我们把这些需要移除的东西 全部给它圈起来 看一下 把这些有水印的地方 全部把它涂抹起来 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OK了 我们点这个 正在帮我们处理 那这个APP还是挺好用的 我们直接给它涂抹水印区域呢 就能生成一个 尊相版的一个视频 那这里呢 我会把操作的所有的链接 那我会把所有使用到的 APP链接呢 全部放到下面的描述栏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去描述栏 复制链接 OK了 可以看到 它已经帮我们 全部去除了水印了 我们放大 看一下效果 莉莉啊 奶奶也好想你呀 想到你还记得 我做的荷包蛋 我的心里就暖洋洋的 可以看到水印 把我们去除的很干净啊 而且这个奶奶的口型 也对得非常的好 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 小鱼儿这期教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没想到吧 制作一个这样的 复活固情这么简单 几款AI工具就能做到 那么在2024年呢 有了一个AI工具的加持了 我们做任何视频呢 都变得非常的容易 如果说你也想用AI来变现 用AI做视频 赚取一份收益的话 那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你还可以看小鱼儿 其他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